中国大陆的女明星姚晨是中国的微博女王 她在新浪微博的人气排名第一 拥有一千三百多万的粉丝 10月4号 姚晨在微博上与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大打口水仗 为北京计程车司机争取权利 网友一边倒的支持姚晨 认为胡锡进不食人间烟火 请看记者的报道 北京民众现在抱怨打车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10月4号在自己微博中说 解决北京出租车难打的解决办法是提高出租车价 他说因为出租车太便宜 导致中国人打车过于随意 违背规律难以持久 姚晨在4号当天评论这位党媒总编说 胡主编可能太少打出租车了 调高打车费不如先降低司机每月要早的分子钱 每月高达5000多呢 不是小数目 中国的出租车牌是由中国各地的市政府发放的 但是这种车牌的发放是被市政府控制的 这样呢在市面上的车牌呢就非常稀少 大部分被各个出租车公司呢和车主控制 这样就形成了车主和出租车公司这样一个垄断阶级 他们就向这个下面的出租车司机呢 征收类似这种承包费的分子钱 胡锡进随即反驳讽刺姚晨 微博定个调调大家一起背诵好像在背台词 姚晨在10月5号反击胡锡进 您想贬损我别扯上大家啊 定调我们真不懂这方面您是行家 顺便也说一句您说的还不如台词呢 听着像梦话 姚晨的反击得到4600多网友的评论支持 他们认为胡锡进解决北京出租车难打的解决办法 提高出租车价 完全是让出租车为富人服务 不懂大多数工薪阶层的辛苦 是逼迫穷人去走路 其实呢从2004年开始呢 由于这个汽油价的高涨呢 出租车司机在分子钱和汽油价的双重的哑闸下呢 他们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 因此呢从04年开始呢 我们看到在全国各地大概有近百起的出租车司机停运事件呢 就是比如上海呀杭州啊温州呢 都出现了出租车司机停运来抗争这个分子钱和高油价的情况 姚晨和胡锡进的口水战 也引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彬的驻站 他力挺姚晨 认为政府应该开放出租车牌照 允许更多的个体经营者出现 分子钱自然降低 而且还会增加200万的就业机会 新台记者周平萧妍采访报道 有关系能的节目 未经营访报道 不辞见 不不得 不得